最小就是你要赶到最后一支的后面 然后不要惊动他们的过去 这样他前面的不会散 后面的巨龙 平时在常生活中怎么不总结这些方法论 多组织总结咱们生活也能过得更好 老师傅首尔也是没想到自己对婚姻认识清醒 但在真正面对自己快要散架的婚姻知识却同样束手无策 这或许真的是只有自己经历才知道有多么难抉择 尽管傅首尔从出名以后在节目上提到自己的老公很多时候是吐槽 但我们都以为这是另一种打情骂俏的秀爱方式 和别的夫妻动辄就因为一点事情吵闹的状态不一样 傅首尔和老刘要平静沉稳得多 然而证实着外人看似融洽的一面其实内心无味杂陈 傅首尔自从事业追溯发展后 老刘自动回归家庭做起全职主婚 之后全家从何会搬到上海生活 老刘逐渐发现自己在家中没有太多的空限 而觉得没有存在感 大家也不需要自己 而傅首尔知道老公的情绪变化 但一开口却总是变了位 其中在见爱人三中一幕 两人去村民家娶玩时才回城 傅首尔为了缓解尴尬主动打开话题 老刘一开始不说话逐渐也开始回 怎料没多久傅首尔就抬杠习惯上来 开始说叫老刘为何生活中没有总结方法论 顿时老刘的反应要多置信有多置信 也难怪老刘萌生离婚的想法 那么对此你有什么看法欢迎留言评论